日本政府8月28日上午在内阁会议公布了2018年版防卫白皮书,新版白皮书再次渲染中国威胁, 生成中国不透明的军事扩张以及海洋活动,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安保隐患,表示担忧,文件还趁朝鲜是至今未有过的重大且击破的威胁,日本时事通信涉衬,日本防卫白皮书,对中国在钓鱼岛周边举行训练表示警惕,趁这可以看作是中方为提高实践性统和运用能力采取的行动。 此外白皮书提及,中国军力可能正承担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后盾作用。 另一方面,文件提到中日双方已在5月份就启动海空联络机制达成一致,同时强调该机制是中日双方分禁理解的重要一步。 报道称,政府对朝鲜核岛问题的基本认识没有变化,新版白皮书依旧认为其是至今未有过的重大且击破的威胁。 日本防卫白皮书的威胁言论已是多年的陈词烂调。 去年日本发布白皮书后,中国国防部表示坚决反对,趁日方睁着眼睛说瞎话,充斥着对中国军队的恶意抹黑和对国际社会的公然欺骗。 我外交部也表示,日本防卫白皮书网顾事实,老调重谈,对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进行无端质责,对中方海洋活动说三到四。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,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,中方在钓鱼岛领海进行群航执法是中方固有权利,日方无权说三到四。 外交部还表示,近年来,日本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,企图通过渲染周边安全威胁,为自身强军修限制造借口,引起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。 我们敦促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学,坚持和平发展道路,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形势,多作有助于增进与邻国互信,多作有助于增进两国政治安全互信,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,而不是相反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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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